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喵哥 喵哥在长沙开车的发现不少朋友 在左转弯车道掉头的时候 操作都非常不规范 要是真的严格扣分的话 估计一年下来你这个十本驾到都不够扣 今天喵哥就再来讲一下 我们在左转弯车道掉头的时候 最容易被扣分的一个行为 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 左转弯车道为了增加的通用效率 都设置了左转弯带转 但是恰恰很多朋友 就在这个左转弯载转这个区域被抓拍 被扣分了 大家看到这一段视频是喵哥前段时间拍摄的 我们现在远远可以看见 喵哥前面台的车子 在这个左转弯绿灯的时候 他就直接过去掉头了 但他掉头的时候 他直接就是在左转弯车道停止线的尽头 压着帮马线就掉头了 我们以前卡下都说过 这个帮马线上是不能够掉头的 掉头必须越过帮马线 是不是 接下来再看 喵哥开车来着这个左转弯车道 我是要准备掉头的 但是现在直行和左转弯的灯 它都是红灯 这个时候我就只能把车停在 左转弯车道的这个尽头 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要等待直行的红灯变成绿灯 再继续往前走 但是这个时候 不少朋友就在这个地方纠结和踩坑了 虽然说我现在在左转弯车道 但是我是要掉头的 我并不是在左转弯 现在直行的绿灯链了 而前方正好是左转弯带走的虚线车道 按照常理执行绿灯链起的时候 在左转弯车道的车子 是可以进入到虚线区域 等待左转弯的 但是我也是不进去 有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不会被扣分 也不会被罚款 所以不少朋友就为了图审设 想着我反正是掉头的 我一会等左转弯的绿灯链起的时候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掉头了 我就免得再进左转弯带转车道 那个虚线区了 这样的话省点事没那么麻烦 恰恰就是为了省这一点点事情 不少司机就放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 当左转弯的绿灯链起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会压着八码线 甚至压着双黄线掉头 这种情况 这个路口的交通执法 只要稍微延一点 你肯定会被扣分罚款 那第二个错误 就是你违反了左转弯车道 提高通行效率的原则 由于直行绿灯链起的时候 你没有进入左转弯带转区域 导致后面的车子被击压在后面 等左转弯的信号灯变成绿灯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究竟掉头 导致这一次 左转弯的信号间隙 通过的车辆就少了 虽然说你不进入左转弯带转区域 不会被扣分罚款 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自私的一种交通行为 所以苗哥再次提醒大家 假如我们在左转弯车道 准备掉头的时候 前方有左转弯带转区域 在执行绿灯链起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使路 左转弯带转区域等待 等左转弯的信号灯 连绿灯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再从带转区域进行掉头 这样的话既不会阻挡后面车子的通行 又可以很好的避免 由于掉头不规范 所导致的扣分和罚款 如果你觉得苗哥讲的有道理 帮你解决了这个疑惑 帮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